要起義,要爭取民主,要當20128月的立法局選舉,當是一個類似變相公投,香港應不應該盡快 是的,到時候我們有班人,有班泛民議員,去Define20128月的立法局選舉是這樣,那你會不會建議民建聯,公聯會,自由黨不參加呢? 我不跟你玩,我不跟你瘋 這件事跟今次的情況是不同的,今次是五個人提出辭職,他們五個當事人說是公投,不是補選 為什麼呢?曾經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說,補選不是公投,但是他們五個當事人都不同意這種說法,甚至是大舊質問何俊仁 你這麼說法跟共產黨有什麼區別呢? 譬如劉邦斯,最近很近,上個月日本沖繩島選舉,現任的袁市長支持美軍的基地繼續在沖繩島 而走去反對派的市長就是反對美軍繼續留在沖繩島 當時的選舉只有一個議題那麼多,也不是特地有人辭職去選舉,純粹到定期了,任滿了,然後就是選舉 當時的市長選舉就變成一個單一議題的選舉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這樣套一個普世價值的道理在這裏 如果以2012年8月的選舉這樣,我們泛民提出一件事就是 我們政綱有一條就是,盡快真普選,雙普選的話,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我們也用起義口號,也當是20128月的,是一個變相公投 如果根據你的說法來說,民健也應該屬殺,不要來選,杯葛我們 默小姐,你說的這個假設是不會成立的,因為現在就是現在 這個所謂的五區總辭這件事來說,變成最大的 就是泛民政黨,民主黨,他們都不同意 也來講街工,民協等等,他們都是不贊同這樣的說法 所以到了2012年的8月,全香港裡面這麼多的政黨 我想比如說在60個議席,或者到時是70個議席當中 那個候選人,我想起碼一百幾個以上 是吧,那就去說,將他定性為公投的,我想那些候選人都是佔少數而已 所以變成那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跟這次不同 這次的問題就是,五個當事人,他五個人異口同聲,都說是起義 都是說公投,不是普選,不是普選這樣 現在這裡是有所不同的,所以2012那個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就證實長毛說,起碼民主黨都不會同意這樣做 劉先生,邏七問題,我就是想問,他們說什麼,你們有就說什麼 反正他們說什麼,你們都不理會 為什麼突然間他講公投,你就要相信他講公投,你就說他是公投 他平時叫你說有真普選,你就不理會他有真普選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今次五個當事人,五個當事人,他都異口同聲,說這個 不是補選,而是公投 你不就好像他平時都當作口罩了 甚至乎,有他和泛民當中的重量級人馬去講 其實是被下台階梯他們的 他說,哎呀,何俊仁說是補選而已,不是公投 那麽毓民都說,哎呀,對這個說法表示遺憾,這個大舊還斥責他 你這麽說法跟共產黨有什麼區別,這樣 所以,今次五個當事人都一口咬,就是公投 但問題是說,在中央,這個港澳辦的發言人 和中聯辦發言人裏面發表了談話 明確說出來說這個五區公投運動,是缺乏法理的依據 和沒有法律效力,是吧 特區政府也跟進聲明,說不予承認 那麽情況下的時候,你還去搞下去,你看一下民調 民意的調查證明裏面,支持五區公投的是少數 反對五區公投,反對用這麽過激的態度 來搞民主政治發展,這個主流意見是大多數 信民調嘛,信民調嘛 那很多人不支持曾蔭權做特首,那曾蔭權是不是下台不應該繼續做 因為曾蔭權裏面,做特首來講,是合法的選舉 當時八百人的選舉委員會裏面,將他選出來 選出來,他的任期是五年的 這個民調呢,有高有低,沒有可能說,民調高的時候就繼續做 民調低的時候就立刻下台了,你想想日本首相 周時的民意支持率,都幾個月之內跌到百分之十六 馬英九都曾經跌到百分之二十 那公投低,為什麼不應該繼續做呢 那裡面來說,民調支持到低的時候,立刻就要下台了 那你選舉的相對穩定性和任期制度還有什麼意義呢 你的意思就是說,民調已經不贊成了,我們不要再去嘛 那民調最後要用投票 民調在一個方面,最重要就是沒有法理依據 香港不是一個獨立政治實體,也不是一個香港共和國 小憲法的基本法,不要賦予我們香港特區裡面有公投的創制權 我們沒有創制權嘛,沒有公投創制權嘛 在憲法,國家憲法也更加沒有規定 我們沒有說這是實質公投,我們說這是變相公投而已 但是你跟著五區公投運動,那個字眼的時候,變相都被你拿走了 其實沒所謂的,你就當這個是變相公投 後來再來,五區公投,全民起義,就更加裡面也沒有變相 你就當他們是補選嘛 他沒得當,不用說那麼多 你現在五個當事人,口口聲聲說公投,那怎麼當呢 現在是你五個辭職,五個又要立即補選嘛 沒有說他五個一定會參選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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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無謂爭辯啦,我說很簡單 就是說無謂,我覺得現在共產黨笑得太早 就算你無論如何去打擊 我覺得香港人分分鐘有機會超過25%的投票率 你不出來,我們拿了25%就是你不幸運 我覺得這樣,你剛才說共產黨不要笑得太早 就是說你潛意識裡面,將共產黨放在一個對立面 當然了,他也有了 我覺得現在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是共產黨 你想一下,回歸以來,中央政府沒有要我們上繳一分錢的稅收 沒有叫我們負擔一分錢的駐軍費用 2003年我們香港經濟低迷的時候 推出了自由行、司柏安排、大型國企來港上市 人民幣離岸服務等一系列的挺港措施 我們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問你,林鵝很簡單 他不來香港上市,哪裏上市 又不用這麼問,如果他對我們做了這麼多好事 他在國內,在上海和深圳上市 市盈率都高了 香港上市很多倍 但無奈如何,作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裡面 他有很多大型國企來香港上市 是加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盤活了我們香港的責任市場 互惠而已啊哥 總而言之,現在我們的主權國家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對那個執政黨 如果執政黨是怎樣執政的 抱著敵視的態度 對立的態度 我們有沒有大口吃呢 很簡單 如果你共產黨夠膽在國內 實行公平競選 你就是執政黨 你現在不是的 你的執政黨 某個程度是美化了 你現在我們 是專政黨 我們現在大陸實行社會主制度 香港就是實行原有的資本主制度 他也不是社會主制度 這件事 這個跟我們公投的話題 也編離了 太短了 如果你們香港人網 要去講那些話 另外找個時段來 我也歡迎 很簡單 你講來講去 就是說 這個不是法定的公投 這個沒有分歧 我現在就問你 如果公投的結果 是出乎共產黨的意料 這個香港人 大部分垂清於 沒有功能團體 盡快實行普選 共產黨 會不會順應民情 這麼簡單 我記得現在最新的宣傳口號 只有三個字 真普選 好吧 好吧